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主要是Micros亚洲规模比较小 此外收购所需的资金估计对于明训的影响微乎其微 因为截至2021财政年第三季 该集团的现金储备达12亿令吉 尽管如此明训的净负债率估计将增至1.29倍 同时行家估计这次收购对该集团的盈利贡献微不足道 基于移动电信市场激烈的竞争 以及不温不火的营收增长前景 行家维持40级50线的目标价 以及中和平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